星星晚上 繫紫山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 这个月10号有民众在这里发现一具无名诗 男子被气势地点相当偏僻 是大尖山的产业道路旁 而我们从一旁的废弃路灯向上 还可以看到残留的封锁线 原本拉起的封锁线已经撤下 却透露着不寻常的痕迹 登山民众也在上个星期 嗅到一丝不对劲 男子一体被泥沙覆盖 身中多刀 模样惊悚 办案人员透露 刑事局日前也接获秘密通报 指出有民众遭杀害弃尸 却没有指明时间地点 根据了解 死者是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张姓男子 背部刀伤极深 疑似是在毒品交易通风报信 男子遭四名嫌犯 强压到台北市德惠街领虐 之后嫌犯再开半个多小时车程 再到戏纸大尖山 请进入弃尸 不到一万元的交易 就活活将人凌虐致死 三名被告跟一名证人 晚间已经移送到 市邻地检署赋讯 剩下再逃共犯 也别想躲过法律刑责 记者郭新阳张若瑜 新北市采访报导